来自日本的百年厂牌Yamazaki 所推出的产品总是具备生活化的巧思 并皆采用高品质的材质使至今的起长年使用 其中这款沥水被架为一体棚型的设计而方便清洁保养 且兼顾不易倾倒的四方形结构 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若觉得红色的水盘过于抢眼 本系列尚有搭配绿色或纯白款可选 另外中间无体把的设计也让杯子的尺寸较不受限 还能够用来立干锅盖、餐盘、宝特瓶或夹链带等 堪称物美价廉又实用的一款 租屋者通常看到挂臂式产品皆会打消购买念头 索性本品不需另外打洞 而是利用透明隐形的强力被胶固定 并可承受达2000克的重量 其次 它的上层不但是立水架 且下方也有挂钩与抹布毛巾架 说是厨余两用款也不未过 而它的材质也很防水耐用 做工艺相当精细而没有容易刮手的毛边 更吸睛的是其透过内外双层撞色结构 能为家中增添活泼的色调 若还在各式各样的杯架中犹豫不决 不妨就从此系列挑一组喜欢的缤纷色系吧 这一款产品的立水盘设计成比杯架更偏大的尺寸 目的在于能全方位的接住滴水 避免水滴落至桌面 而且稳固性也因此提高 即使止于单次放杯子也不容易翻倒 贴心的还有其美制杯架的顶端接装有塑胶 故能防止刮伤杯子的内缘 另外 其杯架中间设有木质提板 不但为金属材质增添了一丝自然的质感 摆放在客厅 房间也不会显得突兀 综观各个层面 都让人感受得到日式杂货的无微不至 市面上常见的立水杯架 多半于底部都装有底盘 当水积到一定程度后则得在做清洗 而此款产品相当与众不同 其利用倾斜式的导流底座设计将积水引至排水口 即使避免水盘堆积水垢或滋生蚊虫的困扰 而且此款式不止可放杯子、碗盘等 还能拉长延伸盘面 共同时放置四人份餐具 也不成问题 十分推荐给大家庭或多人合宿的租屋组选购 顺带一提 Joseph Joseph的产品皆有着一贯的利落风格 与其他厨房杂货共同购入 势必能让家式风格更为统一 此款利水杯架的外形十分独树一格 是由站立的天鹅作为中心的支架 弯曲的颈部则未方便挪移的提把 周围则围绕着六只坐姿优雅的天鹅 并且头上戴着可爱的小花帽 能让杯底不易滑动且令人会心一笑 除此之外 花朵般的利水盘则是可360度旋转的设计 不单单方便让人从任何角度拿取杯子 还可加快利干速度 再者 五角度的圆弧形底盘较不易藏污纳垢 更别说那高雅的外观之下价位 却相当实惠 值得令读者们列为考虑名单之中 乍看本产品与其他金属材质的利水杯架 并无不同之处 但本款却是采用高硬度的镀铁材质打造而成 能有效达到防锈的功能 其次 它将杯架的顶端设计成弹簧状 除了能减缓冲击力 避免倒扣杯子时整体过于晃动 也比较不容易因尖端而在杯底留下痕迹 另一个加分之处 则是不需将杯子拿起就可抽出底盘清洁 只是此款的底盘尺寸偏小 晾干时水分仍容易滴落在外围 且因弹簧的结构较复杂 需要定期注意细部清洁 这款利水杯较为不同的地方 在于 其不是利用支架支撑杯子 而是直接将杯子倒扣在架盘上 且另一个极大的特色是 盘上站立着四种动物 若配合透明杯子使用便会呈现不同的风情 不但能让可爱的动物疗愈自己 放在客厅也相当得体 较遗憾的是 如果家中的杯子非透明款式 则会让此盘品失去趣味 且过大的杯径也可能发生倾斜的状况 建议在购买前先量好尺寸以评估是否合适 若再追求一款能善用空间的杯架 不妨试试这一款独立式的款式 其采用超强力的3M无痕贴固定 较不受地点限制且安装方式简易 同时也不会在墙上留下痕迹 让租屋一族可以安心使用 另外 此款原本是针对刷牙组而设计 因此在下方设有凹槽可力干牙刷 当然放在厨房倒扣水杯也相当适用 甚至用来披晒毛巾 挂包包收纳也没问题 虽然没有特别出色的外形设计 但若偏好极简风格 相信它会是很好搭配的选项之一 如果是单身贵族的话 可能不需使用到能放多支杯子的沥水杯架 为此建议将餐具类一起收纳以便节省空间 而这款产品除了可挂掉四支马克杯 上层还能同时摆放汤匙筷子等 下层则可堆叠盘子 若对烘焙 下午茶有兴趣 厂商更受有同系列的双层蛋糕盘供选用 而金色的电镀涂层布纸更显高贵气质 更多少起到防止潮湿受损的作用 只是此款并无搭配的沥水盘 各位不妨自行在下方放一张凿土吸水垫或抹布 且要注意两侧挂钩的配重 以免重心不稳而倾倒 本款商品是利用无痕胶粘粘在墙上 而能保持洗手台或琉璃台的整齐 且无痕胶还可透过水洗重腹粘贴 其次 本品除了能倒扣杯子之外 还可以放牙刷 牙膏等卫生用品 而设置在厨房还能力干刀叉 盘子等餐具 饭用性可说是十分优异 不过虽然此款能善用空间 让格局较小的房型 也能适用 但由屋底下无力水盘 故建议摆设在水槽上方为佳 只是对于盥洗用品较精简的单人消费者而言 稍宽广的置物栏便显得有些多余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 以了解最新评论